- 聽說。 - 敬單了沒?我是西西。 - 我是查韋斯。 - 我是凱莉。 - 我是李察。 - 歡迎收聽 - 敬單了沒特別企劃 路邊閑堂。 - 哇哦! - 哇哦! - 哇! - 哇! - 羅哥哥! - 你回來了! - 這是什麼迷之音? - 哇有點回,有點回, - 還會懷念耶, - 講話講不清楚啦! - 幹! 已經開始語無倫次了。 哇这曹威斯突然回归 大家有没有 曹威斯你怎么会突然想回归 跟我们来聊这一集 没有啦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一周年嘛 想说没有参与到最近 但至少参与到开始的时候嘛 对对对 一起来回味一下 今天我们主题是要聊一个 一周年回顾 所以Javis特别回来跟我们相聚 叙旧一下 但老实说 真的是刚刚走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录音室 有一种感动 就觉得哇 触景双情 对对对 觉得哇 这一切都是好熟悉哦 景物依旧人心已非 对对有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我们刚刚讲了好多就是谚语哦 大家国文很好耶 好那我们首先 我们先一样进入我们的 野物 我要你 不是吗 咪咪咪就是你 是我吗 不是我不知道 还一二三 业务 高结石 为什么变机器人啊 不行我们下次一定要为这五个字 编一个旋律出来 大家等着 你就编一个曲 就为了 还做一个EDM 就为了这五个字 你说大家都期待开头吗 这次的高结石是什么系列呢 是EDM吗 R&B呢 猜对有讲 好那这一则呢 是由第一百个杰瑞 我们的忠实粉丝 那他是来自广告业 目前是业务 那他的问题是说 我是一个小公司的业务leader 然后投入管理只待半年左右的时间 主要负责跨部门沟通 Team Member的教育训练 还有一些异议排除 应该是指部门跟部门之间的争执 控管团队与个人业绩等等 那他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在于 即使他留心的在控管他的时间 但时间常常一溜烟就跑走了 导致团队的业绩 跟我个人业绩时长成反比 很少可以两边都达到理想的数字 那先前听到你们 也都有带Team Member的经验 希望你可以多分享一些 关于如何有效地带领Team Member 而且成长 然后又久任 又在合理的范围内 好难哦 顾及自身的业绩或经验和心得 目前上班六到七成的时间 都在培育人才和教育训练 剩下时间开发或是maintain客户 还有一些行政事务 那 这个方式让我 这些很长 这个方式让我个人业绩 还是做得很陡 多数的时间只在维持他的目标值 他没有办法去突破自己 他觉得管人好难 也做不好业绩 没了工作 账单缴不出来 挂号开玩笑的 主要是担心自己时间控管上的不良 导致要安排更多私人的时间 去处理公事 那他的生活品质又受到影响 心态也不是很正面 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可以多提点他 这样子 OK 然后PS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哦 炫耀 他可能一直说他带 带team member啊这样出管啊 所以刚刚那一长串全部都是杰瑞的 对啊都是杰瑞的束缚 突然有别人哦 其实我觉得他刚刚有 我觉得讲到一个是我觉得我也在练习的 就是时间控管 就是当你被一个公司赋予重任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带team member还是顾好自己的业绩 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公司内部的行政 那如果你这三样东西你全部都要顾好 其实你的time management真的是很重要 那其实我最近有因为这件事情 有去请立我主管 就因为我现在雇的客户算是 Enterprise的客户 然后Enterprise客户 他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行政流程 或是合约要跑 然后我就问主管说 我这样根本做不到业绩 你知道吗 因为我花太多时间处理行政 然后我开发的时间也被压缩了 怎么办这样 就我反正就是一种求救的心态 然后问主管怎么办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懂得去把时间分配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他说公司的确有很多这种 就是奇奇怪怪的流程 但是你可以做60分就好 你不用做到100分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要求你 就是你一定要填什么 填一些表单啊 就是让公司知道 你有真的有在开发客户等等的 就是一些杂事你知道吗 他说你可以做60分就好 让上头知道你有在做 对但是你可以把真正重要的时间花在 可以帮助你业绩的事情上面 对你要分得出事情的轻重缓急 哪些要花多一点时间 他就有说有一个是他一定会花最多时间 就是跟他的业绩有关 或是跟客户有关的事情 他都是一定摆在第一位去处理 其他的都是 他要么就不要做 要么就是做60分 那代人呢 他有提到代人吗 代人的这一块我就比较没有去问他 但是我觉得 在我看我这个主管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的确只要是跟报价单有关的东西 他回复都会超快的 因为我们报价单需要主管签合 有时候是email给他报价单 他必须approve那个price是可以出去的 几乎我一寄出去他可能10分钟内就回一个OK 那就可以出去 可是如果是其他的这种不重要的事情 可能就可能我自己在line在问他 他在回我这样 那他真的是有在去分配他的时间 这样不错 而不是每一个他都会要很快回 然后就搞到自己很累这样子 他还有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要懂得 比如说他的时间分配不是说 一定要在办公室才能做事情 而是说如果你去见客户的路上 比如说我们会搭计程车嘛 计程车的路上可能就是20分钟30分钟 我们在车上就直接用笔电 把一些文书啊或是会计记录 就直接传给客户 未必就是一定要等到到公司 坐在办公室座位上才去做这件事情 这蛮重要的 要学会用琐碎的时间处理事情 因为这也是我没有很会的 因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所以我上计程车的时候 我还要喘一下 就是这样 就是我很不会利用杂的时间 因为我没办法一次做两件事情 我这件事情也在学习 而且主管其实有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运用你的时间 是你的事情 他说业务是怎样 业务就是自己的老板嘛 我今天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 我自己决定 对那他就是给我这个观念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就是你是业务 那你同样你要做你自己的老板 你不要只要一直抱怨说 什么行政很多 其实你要自己去想办法 去节约那些时间啊 对但是 细部的方法其实我也在努力在摸索 对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觉得有一点是 我们老板做的很厉害的地方是 就是他用高度的自律来去让自己有效率这件事情 就是基本上他有两个很很长会回信的时间 一个是中午的时间 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他就会去消化早上可能他需要处理的信件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大概晚上的时候 他就会去消化下午可能团队需要他回复的信件 所以他有这两个固定的时间点 所以对于我们底下在做事的人来说 也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说 你这个时候提出一个要求 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得到老板的回复 我觉得这是他高度自律的情况 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很累 或是要吃饭什么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要求自己 其实那个效能就很难出来 可是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带team member是 我自己比较着重的是 要让team member知道他的业绩是他自己的责任 当他自己有这个ownership的时候 我再带他就很轻松 因为他有问题他来找我 那我们可以一起就技术上 或是应对进退上面去讨论 我不需要针对他努不努力 用不用工这件事情来去给他动机 我觉得只要这一步省略掉 其实就会快很多 怕的就是你要一直要钉他 你今天打了几通 你今天开发了几通 就是那种很一直好像推他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带起来就很累 就是动机不明的team member 对对 可是如果他自己很愿意跑 他只是不知道方向 或者是没有方法 干嘛笑啊 动机不明听他很怪 没有没有 因为有一些新人可能他来会觉得 他不是要来做业绩 也不是要来赚钱 他是要来找成就感的 这种我觉得特别危险 还蛮常遇到这种类型 这种我可能就会跟他 Define一两次 他到底想干嘛 如果后来我发现 他其实不一定自在这一块的话 我就不一定会 特别花心力在他身上 他有哪天跟你讲说 没有啦 我家里没有冷气 我来吹冷气 博书馆也有冷气 对啊 百货公司有冷气 银行也有冷气 那阿姨在那边看那个股票 那个电视的股票 没有 可是公司还有配一个笔电给你啊 可以看Netflix 你就放房亏啊 都可以看Netflix 对啊 因为发现很多新人进来啊 他们会以为 我追求成就感跟追求业绩 是一样的事情啊 或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跟我希望业绩好是一样的事啊 可是其实好像不一样耶 对 但需要一点时间 他们才会知道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给杰瑞的建议 就是针对琐碎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 目的不在业绩的事情 他可以花琐碎的时间去处理 或是排自己的优先顺序 或者像理查说 做60分就好 不用每件事情都要做得很完美 因为你的那个精力有限 对 那针对待人这一块呢 就是确认你team member的动机 然后去看你要投注的心力有多少 不用太花时间在没有心 或是不愿意努力的team member身上 对 我觉得我们给这个顾问的这个回应 我觉得应该有个80分了吧 对 这个跟之前 就是很多顾问公司 或是宝桥有没有 那种外商公司 他们都会入职的时候要看一本书 那书叫什么 什么principle的 那个我下次来准备一下 我们下一集可以 对 对 你这什么说书人 就是什么意知详情 没有没有看那本书 可是之前上班的时候老板都会 就以前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老板都会说什么 大家可以去看啊 然后我从来都没看 顾问的书是不是 就是教你上班怎么分配时间 跟你心态怎么调整 然后比如说你如果现在是team member 你怎么管理上面的期待 那如果你现在是主管 你怎么同时管理上面跟下面 哦 之类的 对对对对 下次可以再来 非常好奇这本书 下次可以再来分享 好那 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听众留言 对 就是Apple Podcast的留言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念了 所以来念一下 跟大家互动一下 那有一个叫做 JK7 Dark 他说 哈哈哈哈 这什么是JK7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开玩笑的 我有七个黑暗面 因为父亲的关系 最近终于踏入传说的业务工作 却发现跟自己原本想的不太一样 因为他原本想像的业务是可以出差 可以出去玩 而且赚大钱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原本 哈哈哈哈 干 谁告诉你是这样的 有事吗 谁还故意骗 谁教你的 哈哈哈哈 原本还在思索 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听到你们的节目之后 有被振奋到 也受益良多 非常喜欢你们的互动对话 现在也迈入了业务工作第三个月 面对客户也 越来越 也越来越 得心应手 是吗 他是没有打完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好像被咔掉了 是不是Apple Podcast会截流言啊 对 他好像会截流言 就看不到完整了 对 但是 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 面对客户也越来越 然后就没了 就没了 如果有看到 接下来有看到 等一下 那我们分两个版本 如果越来越上手 那我们又回什么 越来越上手 我们就觉得恭喜你 你终于踏出了错误的 越来越挫折的 那就是你恭喜你 继续加油 去听正强棋那一集 哇好充满力喔 我们觉得 Anyway都是恭喜你 你只要踏入业务工作 我们就是恭喜你 你有贪婪贪婪贪婪吗 说 业务只要 你只要想要你想做 你贪婪 你就有了 好不好 对 今天只要你是业务 我们就恭喜你 好不好 但是我必须说 我真的有认识一些人 他们当初会想要当业务 是因为他们真的觉得 业务很爽 都不用在办公室 不用固定上下班时间 然后可以出去玩 而且还可以赚大钱 真的有很多 有这种谬思 这种就是 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非业务职的人 就觉得说 你业务只是 一直去跟客户喝咖啡 然后每天去聊天 然后好像 就日子就这样过去 他妈的根本不是这样好不好 聊天很简单是吧 根本不是这样 而且拜托 那个时间 其实根本不自由 是自由啦 不用一直在办公室 可是不用一直在办公室 不代表我们在玩啦 对啊 为什么会说出去玩 因为他就以为 你去拜访客户 只是聊个半个小时 你接下来就玩爆这样 拜托喔 偶而的确是这样 可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好不好 你说如果去高雄 可能顺便去义大是不是 然后去完就高雄 就顺便直接到墾丁 直接下墾丁 其实就海边啊 像比基尼 直接坐个摩天轮 然后再回台北 其实也是可以啊 也没有不能搭摩天轮 可是还是你搭的时候 还是会等一下有信要回啊 那你就变成在摩天轮上回信而已啊 对啊 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大的误解 我们怎么会来这个误解呢 因为他说出去玩啊 因为他有这个误解啊 所以当你带着这个误解 进入业务工作的时候 你一开始一定会很挫折 对啊 因为真的不是这样 那再来是有一个人 叫做Wendy H 她说我跟CC一样 我超讨厌商场的话术 这个不能讲 那个要这样讲 要各种假掰 这是老板每天在要求我做的事啊 每天而于我炸心态要炸裂了啦 恭喜你 恭喜你成为真的业务 没有啦 业务有这么痛苦吗 我倒不觉得有这么 有到很假掰吗 但我觉得好像长一辈的业务会要求 就是讲话真的要很委婉 我觉得有可能是产业或环境不同 有可能有一些长辈告诉你一定要怎么说 可是我觉得你 如果你找到你自己的方式 你可以不要理他 而且客户那么多种 你也不可能都用同一种方式跟他说话 对啊 因为每种客户喜欢听的 喜欢接触到的人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不用理别人教你的方式 对也不一定要有嘴滑舌啊 就是对客户讲话 就是要留一些buffer 让自己之后有解释的空间 对而且也不一定要说谎啊 像有些客人可能看到你卖这个产品 他可能会觉得 欸可是你这个A功能是不是比另外一间烂 你就老实说的确是 但是我的B功能就是比另外一间好 因为没有一个产品是完美的嘛 你不需要说谎才是对的 我觉得如果给他一个建议的话 就是他可以吸收他主管觉得 主管讲的有帮助的地方 但是他同时自己也可以去 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方式 或说话的方式 没错 找出自己的风格啦 会比较好 Wendy加油 加油 加油Wendy 然后有一个叫智祥本人 智祥 他说他跟Steven在运动上 是运动上的朋友 是挪智祥吗 应该 Steven就是我们之前那个 汽车的总经理 对所以听完他的故事更加崇拜他了 讚讚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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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Steven圈粉 对 他有一个叫做 他说想听客机业女业务的职业发展 因为怕自己比不上男业务 来来女业务 我们这边就有两个非常厉害的女业务 CZ 通常这种话我是要我们说啦 我蛮少听到自己讲的 我们这边就有两个非常厉害的女业务 没有没有啦 你不要这样讲 人家就是有一点点厉害而已 他们两个超强的 哇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经验不挺可惜喔 够了够了 不要在一面互相铺红毯 这个红毯铺起来 他的意思应该是希望我们邀请一些女业务上节目 就我们两个啊 你们又不是来宾 对啦 我们的确是 目前包含Doris還有Shin跟Kiki 的确是只有三个女生 是真的蛮少的 她是Semesa OK I'm sorry 每次讲这个都会得罪到一些人 永远都会跟得奖感言一样 永远都会漏掉一些人 Semesa超赞好不好 的确是 我们会努力 因为不是说我们故意不找 只是刚好没有认识 对我觉得可以推荐啦 就粉丝如果你有朋友想上节目 然后可以请他们跟我们聊聊 对对对 对私讯我们的IG 但人家问什么啦 没有啊 她就这样而已 她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会努力找女业务 有没有什么超强的女房仲也可以介绍我们 我们也对房仲很有趣 对我们还没有访谈过房仲 有一个非常好笑的 这个超好笑的 交友软体资深用户令 她说 刚听完最新一集 听到理查提出对于交友软体上女生的各种不满 其中最讨厌的是自私身高类型 但是我感觉理查自己也是会被女生归类为自私身高的那群男性 毛超级多又很容易被惹怒 感觉是个择偶标准相当高的人 她后面还有个被截断了 我记得她后面就是很暴怒 就说什么如果是我滑到的话我也会超不爽 什么之类的 那我记得她最后好像是说那 就很好奇说理查到底多会聊天 对对对 你还记得 你就是很好奇理查到底有多会聊天 Oh my god 来挑战的 天啊我觉得Lin真的讲话真是一语道破 你有什么要说的 你有什么要回复她的 有什么要回复的 要有礼貌喔 我看完的时候 是不是要邀她上节目了 来一场辩论这样 没有我觉得她有点误解无意思 因为我只有我当天的节目好像 我有讲好的一面 但是我当天可能只讲就是我个人观察到 就是比较网路上比较就是 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行为 但你会觉得你会被归类在自私身高的那一群吗 我其实我觉得她有些点讲蛮对的 就是我觉得 所以你很棒好你继续 就是说她觉得我毛很多这件事情我是承认 我自己知道我毛很多 我也知道我自己很care 就是女生的 我就应该说我喜欢的对象 我会care她很多点 我承认我毛很多 所以我觉得她以这一点来讲她没有讲错 她很厉害我觉得Lin好强 我并不算自私甚高 OK 我觉得我如果对方愿意好好跟我聊天 即便对方不是我的菜 但是她愿意跟我好好聊天 我也可以好好跟她聊天 那如果你用四个字形容自己 你会说自己是什么 这是面试题目吧 一个成语 四个字形容是什么 生龙活活 临时想不出来只要讲这个 生龙活活 你70岁吗 我觉得可以 生龙活活 当你认识我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我生龙活活 我可能外表上让你觉得我志士身高 但我心中是一个生龙活活 对 可以可以可以 李察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只是毛很多 OK 对我承认我毛多了 她毛真的多 因为每次我们去餐厅或酒吧 她可以点很久 所以上次我们跟Jay喝酒 然后我们就跟Jay说 你再等两个小时就好了 再两个小时李察就会点完了 你再等一下 所以她的行为跟之前在阳明山上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天酒吧 我也不太会点酒 所以好anyway 再怎么样毛多 我也是一个幽默的毛好不好 你是一个幽默的毛 你是一坨幽默的毛 你是一坨幽默的毛 以后请简称humorous hair OK 可以可以可以 HH 好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 终于 我们Podcast做 其实到八月底已经做满一年了 所以我们这集是我们的一周年回顾 时间好快一年耶 真的time flies 我觉得这一年大概是 我觉得是我人生成长最多的一年 真的假的 要下那么重的这个话 我说真的 当然不是完全因为Podcast的关系 但是Podcast占非常大一部分 占多少比例 我觉得大概40% 那很高耶 我觉得大概30-40% 然后接下来可能都是上一份工作 OK 好 那我们四个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呢 这一题为什么只有我答啊 因为我觉得这一题一个人答就好了 这一题就是我们上一份工作凑在一起的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我跟CC会一起吃饭 是因为我们是同一批的嘛 然后后来查威斯也是跟我们同一批的一起吃 然后后来我们就渐渐觉得 My God我们讲话好好笑喔 等一下怎么没有我 没有一开始没有你啊 没有一开始没有你啊 后来才慢慢的我们觉得你讲话太好笑 我们必须要把你纳入麾下 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把一堆好笑的人纳入我们麾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 因为理查一开始有点孤僻 就是你都是12点 就是11点59你就会戴耳机 然后站起来然后就直接不见 所以我们就会趁你在戴耳机之前 我们就说理查理查你要不要吃饭 我们去买便当 哎开始很难攻破 他可能就说不用我已经买了 我不用不用我等一下自己去找 真的喔 他一开始很难攻破 他就说我先我先处理 你们先吃你们先吃 我还有很多订单要用 对我以前找理查 他就说等一下我Cue完这个报价 没关系没关系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 就是用甜美的形象来融化他 然后我们就说理查理查一起吃饭 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成功把它纳入回家 因为我那时候的心情 我猜测我那时候心情 应该是我跟新人一起吃饭 我有点怪怪 因为那时候理查是我们的mentor 也不是说因为是mentor 就是说 你是manager 也不 不要这样好不好 理查超越讲manager power 我们是一个杂兵而已 不要再让我的粉丝去捷我 不要来留言去骂我 到时候有人留言说 理查这样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难搞的主管 那你说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吃饭 不是啊就是我个性比较孤皮 你也没看到我跟其他人吃饭 对因为理查就是讲话非常幽默非常好笑 你就会觉得说 哇理查一定是一个非常外向 很爱交朋友很好约的人 不是 他敲打约 而且重点是他更麻烦的事 像查韦斯你约他 他就直接说我不去 但是理查会说 有谁啊 起点啊 在哪里啊 我想想看好玩吗 你去过吗 真的吗 因为直接拒绝很不礼貌 屁啦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都知道 他其实就是不想去 但是你一开始不认识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天哪 这个人为什么要问这么多 但其实他就只是不好意思拒绝 而且凯莉的时候也不知道 一直追问他 然后理查说我今天晚餐有事 你有什么事 我要洗厕所 对 那时候要约他打麻将 他开始还一直很犹豫 然后最后就答应了 然后答应了之后就开始说 等一下喔 我要大小厨 我要刷马桶 然后我还有厕所要刷 你要等我一下 可能太晚了 没有办法QQ 她的时候太晚了 太晚了 没有办法QQ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想去 不想去 等一下他妈的 等一下分两个part 好你讲 我要分两个part的解释 你们情后果每次都讲清楚 第一 第一他妈那是过年的时候 他妈谁过年前不打扫出来 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答应人家 我没有答应他 我只是说他就约我 我说我要想想看 可是我真的要打扫 你懂吗 可是你没有拒绝 你说你要想想 因为我还是想去 你知道我礼貌性还是要跟他 没有我觉得你不想 没有我想我想我真的想 但是我那时候有反正我 有家事 对我家事 我家事要处理这样 对 有家事也有另一个家事 就是我那时候还有另一个女朋友吗 你有Family还有家事 Cross OK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R 你刚刚问说什么R 我觉得就是回复这种事情 就是要用装可爱的事 对我觉得用装可爱会比较礼貌一点 OK OK 那时候理财还会跑到 因为那时候Javis一开始都不跟人家聊天 然后非常严肃嘛 然后理财 我们会发现他很有趣 是因为他喜欢飘到我跟凯莉中心 在那边讲一些有的美的 讲什么就有的美的 对他会突然说 诶我跟你说 他就讲一个干话 讲一个什么 对 像那时候我们有个标案 然后什么零物局 零物局 大家已经听到烂了嘛 我们有在Podcast讲过零物局吗 有有有有有 在我在的时候就有讲 好了 解释给新粉丝一点 我们最近不是一堆新粉丝 他们应该不知道零物局的小话 但anyway我们有个标案是零物局 那零物局之前有出什么东西啊 就是文创商品 文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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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再笑啦 干 听众听不懂啦 他上面是树 你要先解释 零物局就是跟森林有关 所以他们会出一些文创的产品 OK 然后就他就有点像是一个 大家有看到西洋期吗 他就有点像西洋期的概念 只是他 他是树的形状 OK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Google 你Google关键字 零物局 然后钢塞 你可能就知道 等一下 所以是那个东西长得很像钢塞 很像钢塞 因为你知道钢塞 你把圆圆的东西放在桌上 他就有点像是零物局的文创 像一棵树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飘到大家的旁边 问他们说 那你做这个零物局的案子 你知道他们出了一个文创商品 我就分享这个新闻给大家 所以你知道零物局最近有一个新 而且理财那时候坐在办公室的中间 所以他要分享事情 他就直接站起来 然后转过去跟全公司讲说 你知道这个零物局的东西吗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分享出来 就是心里会很难受 然后全公司的女生 就都知道钢塞这件事 然后 然后我们就疯掉 然后我们就开始 就开始 只要谁要做零物局 我们就会嘲笑那个人 我们就说 你零物局喔 你是不是想要去买那个 所以才想做零物局 然后最后就没有人想做零物局 这个案子 我们这是一群低级的业务欸 我必须说就是 好低级喔 这种东西为什么会传遍 就是因为大家都他们压力真的太大 又很少有趣的事情 所以一听到这种 就整个像你知道 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像火柴一样突然点燃这样 对 这好低级 我们这好无聊的一群人啊 好 反正就是那时候 我记得我有在听Podcast 然后我就有跟你们分享 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午餐聊得太好笑了 决定我们也来录Podcast 对对对 因为City是我们四个人里面第一个听Podcast 对啊 不然我们还真的不知道Podcast是什么 谁在听 对是City带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 然后我就说开始吧 然后结果我自己又懶着做 然后反而就是Kelly跳出来 就命令大家要做各公司 对我就开始把头天弄出来丢到群组 那大家可能就 大家还已读我 还是心智褪褪 大家还已读我一小阵子 那你们大家一开始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是什么 你们对他的想像是什么 我原本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四个很好笑 而且我们四个又对于当业务有很多感想 而且我们四个又都蛮崇拜我们的老板的 可以这样说 就是有这样的共通点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在办公室的生活 对然后可以聚集 因为我想说全台湾有这么多业务 那就可以聚集很多业务来听我们的故事 对一开始是这样觉得啊 我一开始就纯粹觉得我们聊天真的很好笑 因为我有印象我们几次中午聊天 是真的会笑到肚子超级痛的那一种 会笑到没有声音的那种 会疯掉 会疯掉 笑到疯掉那种 我有点漏尿 我有时候 你笑到漏尿 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真的会笑到 我就飞起来要在走廊奔跑 我每次 我真的会站起来就是 我没办法坐着笑 因为很痛 所以我都会在走廊奔跑 太好笑了 我好像有做过这种事情 因为实在是肚子会很痛 一定要站起来拉伸 对 而且有一次凯莉真的笑到太大声 然后结果 就是结束之后 我就去找我们 就是下午上班去找我们一个协理 这样 那协理就跟我讲说 你去跟Kelly讲 真的中午不要笑那么大声 真的好大声喔 对啊 有一次有一个就是也是 就是蛮高层的人 就走出来说 不要笑那么大声了啦 然后就把我痛爱一顿 我还要喝的 我觉得我五股啊 就很好笑 不然怎么办 好好笑 对而且那时候大家都 还会用手机录音耶 对啊 我们那时候很蠢 我们那时候就是想法是 我们就坐在那边吃饭 然后就用手机录音 然后边吃饭边讲 然后就可以直接 把那个音档变Podcast 我们那时候很蠢 就回家听完 我们还会各自听完 然后截取一小段说 欸这边好好笑喔 我们这边好好笑 然后可是都超吵的 因为都是塑胶袋在那边 然后还有吃饭的声音 吃饭的声音 然后最后的ending都说 欸怎么买饮料 对然后就是那个塑胶袋的声音 还有那个盖起来的声音 对然后还有隔壁桌 别的同事在聊天的声音 对就是一个非常 这叫什么 超吵的 我觉得这算我们的mix tape 你知道 最原始的demo 最原始的demo 对原始的demo 对不是精致版的 对 我一开始的想像是觉得它是一个 菜鸟业务的取暖专取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 都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才真的学到怎么当业务的技巧 然后我们也发现这些技巧 跟我们的生活连结很深刻 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说 欸这个会不会大家听得有共鸣 嗯 会喔会 真的会 那你想像的跟你 跟我们现在实际上 已经做了一年有什么差距吗 我本来真的没有想会走这么远 我本来想的很简单 就是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原来最后会 变成一个很像一个小社群的感觉 就真的聚集了这么多业务 然后 因为到后面我们其实 发现我们自己的故事 其实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邀请别人 然后需要 而且我们也都固定跟粉丝有互动 现在又多了业务告解式 就变成一个小社群 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交流 就觉得还蛮意外 最后变成这样 嗯 我自己是觉得 当初我们一起在讨论 就是在午餐的时候讨论要做Podcast的时候 其实出发点都是觉得 哦 干这一定超有趣的 对 因为我们中午就已经聊天 已经那么好笑了 那如果让其他人一起来笑 好像也也不错 而且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咖啡厅去录吗 那次超失败的 咖啡厅去录 因为我记得 而且那一张录得很紧张 很紧张 然后我们都很尴尬 然后都不敢讲话 然后服务生还说我们太吵 然后服务生的脖子上有草莓 他就装草莓 你记得好些 因为他说我们太吵 然后结果我忘记是谁 就说你脖子上还不是有草莓 这个两个关联在哪 台南 我讲的 真是超级美品 而且是你讲的吗 对就是服务生走了 然后他就讲很小声说 你看他脖子上还不是有草莓 然后好像这个有够美品 这两个关联 就是没有关联这样凑起来才好笑 所以是那一刻就觉得说 我们要自然才好笑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是慢慢分析出来 就是说 因为我们 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我们很紧张嘛 对 这个算是一个题外的故事 可是隔一个礼拜 我们录第一集就很成功 第一集超成功 第一集很好 第一集很好笑 但是我要讲一下实际面 因为刚刚讲的是想象嘛 我发现实际在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种 被每一集的急速追着跑的感觉 怎么说 对因为其实 其实我们到后期 应该说 后期我啦 我自己个人就一直想要再把它弄得更好一点 比如说 让里面的内容更丰富啊 或是知识含量多一点 或是我们访问的来宾 可能再有趣一点 或是 增加我们自己访问的这些质量 让我们可以引出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等 所以 你就一直想说 这个东西要怎么弄好 弄好 然后要去想说 下一集要录什么 下下一集要录什么 然后其实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但是我们还有乐会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的podcaster 有没有乐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自己 当初我们四个人一起在弄的时候 就有 敲一个时间说 我们每个月我们都要去检讨 每个月的录音的状况 然后有没有可以再改善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一个转变 就原本你只是做有趣的 变成你甚至要很认真的去想 怎么让更好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最近要好一点 就我们最近未来的急速越来越稳定 就是我们提早知道更多题目 所以其实 我觉得前阵的确有一种被追着跑 有一点 因为我们有点赶 那时候有点赶 可是现在我们变成想法变比较多 嗯 那我的话 其实我一开始的想象 真的就是以取暖为目的 然后我的目的是 跟你们一起录音 我觉得很好玩 而且我个人一开始是 有一点排斥分享很知识型的内容 哦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分享的东西都是我再三沉淀过 或是我亲身经历 我才会有自信的讲出来 嗯 但如果是讲一些我不熟的 或者是要分享一些知识给大家 我心里的压力负担会很大 哦 对 我最近就很想要聊轻松的话题 对 我会很紧张啊 会很没有自信 所以我记得在就是那个 那一集叫什么啊 冒牌者症候群 哦 那一集我就一直整个很紧张 真的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本书我没有看 可是你不用看啊 我也没有看啊 对啊 可是我就不敢发表意见 哦 OKOK 你是很怕人家就留言说什么 CC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没有讲对 其实不是这样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 我很怕我讲了一个是错的东西 就我自己会很没有自信 嗯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粉丝有留言跟我们说 在我记得在四十几集的时候 他说 如果你们只是一直做聊干话的内容 那你们的粉丝不会长久 谁啊 我怎么完全没印象 是不是我朋友 没有他没有讲的这么直白 他一直说如果你们只是分享日常 没有知识型的内容 那你们的粉丝不会长久 你说 对有一个粉丝这样留言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当下会觉得有点受伤 哦 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做这个是好玩 我做这个并不是 有感觉出来CC 因为一开始我们开始就有点分歧 因为我想要开始走知识型的 可是感觉出来CC那时候 会想要走轻松好玩路线 哦 团队出现那个意见不同 对对对对 但我也理解要有知识型 我们内容才做得下去嘛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还好 只是我一开始会有点转折 出有点不习惯的地方 就是觉得说 我做这个节目我并没有要卖钱 嗯 商转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可以也很好 但我的目的是做一个回忆 然后做一个有趣的东西 而不是一昧的讨好听众 你们喜欢我我很开心 但我没有要百分之百的讨好你们的需求 这样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愿意做知识型的节目 因为我就想继续做这件事啊 哦 可是如果不走知识型可能就开始会没有内容 而且有时候做知识型的东西我会 我会为了想要分享的很透彻把它弄很熟 对那那一天我就会觉得 哦我今天 真的 学到很多 我真的我到后面我觉得我学习最多 就是为了要准备这些提速 我为了要准备我必须去看那些书 而且你不只是看完而已 你还要整理出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几个重点整理的速度都变很快 我觉得以前我没有那么快 比如说理查有一集他提想要聊面试 但是他提这个主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要 因为我觉得我面试经验很少 我面试经验都不是正职都是实习比赛 我就压力很大 然后录那一集我过程中压力很大 但录完那集我觉得好顺哦 就我反而可以分享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东西 然后我回家就在那一个礼拜很热血 就把那一集的内容写成一篇文件 对啊然后分享在Facebook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CC的星界的转变 因为CC就是有一点冒牌者正后趣 就会很害 对因为很怕自己表现不好什么 可是我觉得CC现在就比较有突破这一块的心境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提要讲面试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两个好像都有点排斥 因为你们很怕就是我好像会面试你们 然后你们没有太多面试经验的话你们会 对因为一开始你有说要模拟面试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担心我会觉得 模拟面试除非你的情境设定的非常的完整 不然会很尴尬这样 好那一集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我觉得是一个面试那集好赞 对就是认真就是帮大家整理面试的各种 第一阶段一直到最后一阶段 谈心的这种各种流程这样 好那接下来你们最喜欢的集数前三名 我最喜欢第一集的超狂老板 真的吗 然后还有第四集就一言不合就电爱 然后还有 还有后面就我们最近录的那个突破业务撞强期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集就是 我还是最喜欢第一集的原因 是因为那就是我们最纯粹的 就是最一开始的我们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都是很认真准备 对对对对 比较回不去那个时候 然后第四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知识内容 就是真的是超级靠杯 你的一言不合就电爱就是可可可机的陌生开发 那一集 对对对对对对 可可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然后 因为那一集根本就没有任何知识涵养 就是一直疯狂分享我们的干话 因为我们的故事经验 就是我们的故事经验 可是我们也没 好像也没怎么跟大家讲说怎么解决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存在故事分享 有啦我们有教大家一招什么 就是要怎么过种机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到104上面 如果看到就是他留下来的分机 比如说什么222 那可能老板就是000 或是之类的 就这种 对对对对 你要去拆分机号码 拆分机号码 不然就乱打 不然就打到人知那边 然后就说你要找谁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知道会录一集就是专业 就是在聊怎么call call 对对对 我们会找资料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 是因为我们故事都分享完了 所以没办法像那样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 要讲一些解决方法什么 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的 我们蛮可爱的这样 年轻时我们的就是讲一些好笑 然后挫折等等 对对对对对对 各种挫折 就是很像那种 然后像到阳明山 然后就是跑山 然后骑车 我们现在是开车 那感觉不一样 这什么比喻 就是骑车开车还是不一样啊 OK 那Javis呢 我其实刚才凯莉讲的 可歌可泣的陌生开发 那一集也是我超爱 那一集就到现在听 都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记得你讲一个什么 就是 你是不是讲说有一个客人 在西伯利亚山上 揭你的电话 澳洲的客户 俄罗斯 俄罗斯 我就打过去然后他就 Hello 然后就狂风暴雨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天哪 你在西伯利亚的高山上吗 那一集很好笑 而且就是那一集是因为 大家都有各式各样 call call不同 国家的客人 所以就很好笑 你差不多有一个 中国的 你那个中国的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阿拉伯 阿拉伯 对对对对对 他讲那个email你一直听不懂 这个真的经典 em ya em ya 干嘛哪个人念email 会在那边em ya y ya 就是你尾音可以比他们多吗 人家就有口音齁 我澳洲客人也是这样啊 重点是他客人都不觉得他自己有 就是你知道 他觉得他自己真正常这样 对而且最惨的地方是 他们又很想要帮助你的时候 可是你还是听不懂 就会很惨 因为像你不是说一个 就是澳洲人要跟你讲email 他就说阿佛阿波 所以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还是听不懂 就觉得很失礼 你觉得他妈我是智障吗 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很像智障 对那是我很喜欢的 我跟你们讲 我今天也打了一通电话 我打到西班牙 超级经典 对我打过去他好像在 西班牙的某个高山上 你怎么每个库都在高山上 他离我好远 他离我好远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哈喽 然后我就说 嗨 我是Kelly 从巴巴巴巴 然后他就说 哈喽 我能听到你 你谁 然后就讲很久 然后他还是不知道我是谁 Oh my god 我就讲了好久 我知道 我马上脑中有个情境 怎样 因为现在疫情嘛 他们不知道我从家 然后他可能刚好在做家事 可能在洗手台 然后他电脑在很遥远 所以他用喊的 有没有这可能 我觉得应该不是 因为我是打他办公室的分级 OK 我不确定有没有转到他手机啦 但是感觉不是 感觉就是他通讯不好 还怎么样 喔通讯不好 对感觉是那个通讯不好 所以他听不到我声音 然后就基同亚讲了半天 我就说算了 我还写email给你好了 傻小 好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集 然后我还有一集 我非常喜欢的是 那个2020打标了美 那集很赞 真的很好笑 因为那一集 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聊完超 就是整个气氛就是很好 对 然后聊完 我记得那天聊完很热 因为真的太好笑 对很热 但我忘记那一集在聊什么 那一集我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是 那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因为理查也会觉得说 有些男生很man 就是比理查还要man那种 然后在旁边就会觉得 就是我们的行为有点娘娘的这样 对 然后你就说什么很man 很man像什么 然后他就说就是 就是你就说很man 是像那种会玩喇叭的吗 然后就说不是玩喇叭 是玩音响 音响 然后这人理查说 那玩喇叭 那玩法国号可以吗 玩喇叭到底man p啊 因为你没有人讲 玩音响跟玩喇叭 玩差太多了 我讲错 我都忘记 等一下可是这一集是打 打标了没 我们会聊到有了没的话题 我们以前有很多这种笑点 对啊 以前就是乱讲 对啊 其实你知道吗 我个人观感是 当我们某一个 就是我们预设 我们要聊的主题 通常都不是最好笑的 通常都是我们节外生之的 都是突然想到就很好笑 突然想到就是妈超不好笑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what if what if也很好笑 就大家都劈腿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超好笑 而且那时候是CC还是查韦斯 就很坚持说不会 我一定不会P CC啦 就说不会我不会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狂讲 一堆情境 他说我要我呀我会 其实what if也是我个人 就是心中前几名 其实前三名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其实what if 就很像我们平常吃饭聊天 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急速 不是在录音室录 假设是我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也会录这个 对我们就觉得很合理 对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录音有时候最可贵的就是说我们 真的像在聊天 而不是为了在访问 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 我自己个人会觉得最成功的急速就是像这种感觉 就是聊得很顺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即便后来可能流量有高有低 但是其实过程是很好的 对对对 那我还有我其实我跟曹卫斯还蛮像的 我也喜欢可歌可泣的陌生开发 对那除了大家口音的模仿之外 就是那种被客户靠北那件事情我觉得有 很好笑 而且都很有共鸣啊 就有被取暖到 你知道因为 因为我们自己遇到客户这些鸟事 其实当下未必是开心的 对 因为你是被客户骂嘛 或是总机不想接你电话 或是说不好意思 我没有需求我就挂掉 或是像凯莉 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你讲说客户就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就不好意思 请客户你的分机 Email 系名 不然都帮他转接喔 对 就是每个客户都有他很GY的那种 特别的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就说喂 请问你要找哪位 然后你已经他的声音太像语音了 所以你在那边等他说 什么请按分机角 他说你好 这边是公司 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他说喂 很好笑 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冒牌者真后群那一集 就EP61 那我觉得那一集我觉得算是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分水岭 就是我们开始很认真的去找相关的资料 让节目的知识量有提升 对 因为像我那一集我比较 因为那一集我记得准备上 好像是我先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后来发现凯莉 你又找Dunning Kruger Effect 对对对 找那本书 对什么微笑有一个曲线 对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 诶干竟然还有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融在一起 我就觉得 就整个 就我自己是有学到东西的 对那不是我平常会接触到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我们大家一直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自己的视野或是知识量提升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除了好笑之余 另一个可以获得收获的部分 那我的话 我的第一名就是EP19的2020打标了没 然后再来就是第24集的What If 跟你们很像 我们真的很像 再来是结婚吗 第25集 结婚吗 我们聊了什么 我就在西湖市场那集吗 对对对 我们在西湖市场结婚吧 那你觉得最好笑是吗 你怎么会讲西湖市场 因为我就说西湖市场是一个好地点 没有是我说 我觉得结婚地点就是有一个空旷的地方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就好 然后你就说 你就说那不然什么哪边哪边可以吗 你就说交通没有方便 然后就说就可以西湖市场 对 还有前面聊一些婚姻观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就是 秋天来了的可接受的曖昧程度 跟第38集的small talk 我也觉得很有趣 small talk在讲什么完全不记得 small talk好像是 是曹威斯你还在吧 对我那时候在 在讲什么 我那时候说 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不会small talk的人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分享一个 是我当天下班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事 在电梯里面完成一个small talk 一来我就觉得 我很有成就感这样 那一集很好笑是什么 在讲男生如果在尿尿在隔壁 要在掏的时候讲话还是 要掏不掏 武器要不要掏出来 没有 我觉得我现在有个心结 你现在有个心结了吗 现在有个心结了 要怎么办 要掏吗 你如果你在掏的话 万一你就比较大 你就掏比较久了 就可以掏完再讲 那如果比较小就 比较小 他就很快跟你开口 干三小哪有差差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有一定有 所以他如果很快跟你搭话 代表他比较小 可是如果他先跟你搭话 然后再掏呢 那你要看他的手 有没有在动啊 到底是多想看人家大不大啊 不是重点 我还记得那时候 smartow 我说 有一个同事在过马路的对面 然后就在红燈了 然后我们就尴尬 对看那边滑手机 这样 这真的超尴尬 仿佛过了一年耶 好那再来 你们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片段 我自己就是 出智障情境 逼对方承认自己会出轨 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因为那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问CC 然后CC就说 不会啊 一定不会啊 死不承认 死不承认 我们就想一对很极端 就是他男友不可能会做的事情 笑死 还有Dick那一集 就是 那一集叫什么 反正军中小妖精嘛 对对对 因为 因为我们虽然很爱开黄枪 可是我们的黄枪都没有这么 这么直接 这么直接 可是他是直接说 我去西班牙 他直接把我推倒到桌上 然后直接就抓我头 狂干他的屌什么的 他讲话 觉得他抓我头 狂干他的屌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 我天哪 就是我到底听了什么 那一集很疯 我就觉得很好笑 还有什么 在海里面干嘛 对啊 他在海里面 他狂摸我什么 他就是讲话 就是直接这样子 落骨道不行 对落骨道 我就觉得我一直被他炸到 然后 我觉得很可怕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是一生中一定要做的事 茶卫是那一集在吗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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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一集我会印象深刻 是因为我觉得那一集 大家蛮real的 因为那一集 本来我的设定 其实我本来是想走搞笑路线 结果殊不知 最后变成一个 真的大家开始在想 你这一生中真的想要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一集大家很real 是真的分享很深刻的东西 OK 对 我的话是那个访问信 就是在非洲 非洲的那个 业务代表道创业的那一集 那是第35集 因为我真的太崇拜他 所以我整个节目我都忘记要主持 跟回话 就是完全没讲话 那一集就是这样一直看着他 眼睛发亮 他突然没有访问的时候是这样过 我觉得好漂亮喔 好厉害喔 然后整集就一直盯着他看 这样 笑死 再来就是 第13集的 FIRE退休行不行 这集很好笑喔 因为这集 Jarvis说 有很多地方很好笑 我记得 Jarvis说他要当演员 对对对对 然后凯莉就说 好你现在来演 你是一个橘子 你才是一个橘子 然后就说什么 要剥皮 他演超好欸 然后说什么 这个口红还什么的 然后结束之后我还说什么 你是一个订单 订单 对对对 没有被迁回的订单 还有你是一个被迁回 但发现没有办法出货的订单 好焦虑喔 好焦虑 好可怕 那 Jarvis呢 我 我觉得 印象深刻的 我现在想到的一个是 那时候 就是写词的时候 对 就是你有出一首歌 然后是我没有把你放在开头的那个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那个 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 是我记得 我前天晚上写了一整个晚上 然后那时候就写完之后 我觉得哇 就是 自己根本是神 就是很有画面 那时候觉得哇就是 嗯 这首歌蛮赞的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那集捞出来 因为我记得 我那时候好像把你唱饶舌这个方 放在节目 还放在开头 放在开头 IG上有一个独立的一篇 对 好大家可以去看 我会把他分享到现实动态上 对 我觉得这个算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现在有时候想到 是一些我们开乐会 或者是一些 可能在其他的节目录音的片段 因为像我记得 有些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 譬如说CC跟立察吵架 这种 好精彩喔 好想要每次都录下来 每次我们吵架 那也不是录我们自己集嘛 录别人的节目 录别人的节目 那还没有后来没有公诸于世 有点可惜 对 可是那个吵架就是吵到 就是双方真的是有点来记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在讲什么了 我现在只记得那个火爆画面 我完全记得那个前景是什么 你完全记得吗 我完全记得 因为那时候就说什么 如果男生跟女生刚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 就是会彻夜聊天啊或什么 可是到后来就已经 比较没有办法聊那么久了 对 然后就是CC跟李察 就有各自不同的立场 然后李察就说什么 我想起来了 我完全忘记 我想起来 其实男生偶尔也很喜欢女生闹脾气 也很需要女生黏他或什么的 因为她说这样子男生才会 因为男生是说 有时候女生公主病也是在 回应男生的需求 对 因为男生 不然男生就觉得自己不被需要 或者是女生太独立的时候 男生 然后那时候我们大家其实都沉默了零点几秒 不是只有李察沉默 其实我们大家都沉默了零点几秒 就在想要怎么回 然后 刚好李察可能就跟他对到眼吧 然后他就突然发飙 你干嘛沉默啊 你很奇怪耶 没有 他不是跟我对到眼 是我 是我可能 没有你试着要辩论 你可能露出表情了是不是 对没有 因为那时候还不用戴口罩 他好像笑了 对我想笑 然后那个主持人还缓夹说 对啦 其实有时候男生也是需要什么的 但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没有 那个时候 其实我完全忘记前因后果 我只记得我好像想笑 然后CZ感觉有被冒犯到 他就 他还瘦毛了 很奇怪 然后我就答案 他妈的现在是谁呀 然后我跟李财就互看 然后我们就想说 哦 那个时候 他就没事啊 他 就所有听众都以为我很温柔 这样 没有没有 他就是狮子座 没错 不过其实你现在提这个 我发现其实我印象 因为我刚刚有没有想讲说 其实我对每一集的印象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我觉得 就是都 就没有一个很突出 就你一讲这个 我就觉得 哇这个 这甚至不是我们自己的集数 可是记忆犹新啊 对而且我们有一集在聊女拳 哇 那女拳那集还好吧 真的吗 我怎么记得好像也是有点火爆的场地 女拳那集有火爆吗 我记得女拳那集有没有Javis 可能会火爆 可是我那时候有讲什么吗 女拳我记得我蛮中意的 我记得女拳理查有 刻意 就是 压下她想反驳的心情 之类的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 大家都有点拿出辩论魂 变成那个 大陆的那个节目叫什么 对对对 奇葩说 好啦 不然哪天有一个第二回合 我们再多聊聊 这次妈大解放 那我先不参加 我也可能先不要 好那再来就是 有没有想放弃的瞬间 其实我 有啊 你放弃了 李开了先讲 李开了先讲 你先说 为什么放弃了 其实我觉得 我后来退出的原因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但我觉得跟那个理想跟现实的差距是一样的 因为我当时真的 很 就会录这节目是真的很喜欢跟大家聊天 就我觉得聊天真的太好玩了 然后就又很好笑 就是我人生好像没有真的 很久没有笑那么开心过 哈哈哈哈 对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你女友做何感想 哈哈哈哈 没有就团体的笑 跟情侣的笑不一样 对 开始玩家 没有啦没有啦 都不一样 跟你们的笑也很开心 我可以自己解释 我可以自己解释 好没事 我知道跟我们在一起比较开心 干 难怪你会回来 哈哈哈哈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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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变香土居的炎法 开始变三姑六婆 哈哈哈哈 你赶快辩解啦 你自己说最近有没有吵架 没有没有好不好 只是因为就是 就是那种笑到捧 就是捧腹大笑的感觉吧 然后我觉得那个很喜欢 对然后可是 到后来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差距 只是因为节目越做越认真 我们一定开始对未来一些规划嘛 那可能开始有些目标 或是大家想要让他品质更好 其实就跟我当初的想法就不一样 因为我就是想要好笑 嗯 对对对 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 哦那我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 所以就就就放弃这样 嗯 不不其实我我个人是觉得你这个行为 就是你这个选择 我觉得很负责任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我觉得当如果你觉得 你你很不适合 跟大家一起往前走的时候 你自己提出来 然后又果断的就是愿意就是 果断的离开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个人是蛮欣赏这种人 Lisa我通常就不要的时候 我就是很认真的说我不要 对对对 我不会在那边 他不会问有谁 没有 没有 我对我也是要做的话 我就他妈就做到 我是不会在那边欲据还饮啦 我就是要不要就不要 好我欣赏你 我欣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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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 按赞 我的话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过 真的 但是我真的有一度很沮丧过 因为就是大概是今年初 因为我们那时候 IG的按赞人数跟 Podcast的收听量 是一直卡在一样的数字 都没有上去 然后那时候我们 我觉得我们也花很多时间 又开乐会什么的 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没有想放弃 可是我一直在想哪边要改善 对因为我就觉得 所以我后来才开始会一直希望 加很多知识型的东西 然后花比较多时间 因为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 在这样聊天下去是不行的 是不是要改变路线这样子 对 那后来我们 就开始访问那个汽车总经理 跟访问Jay之后 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两个 但是从那两集开始就 就爆仇 还有Between Goals 帮我们分享 这边感谢一下Between Goals 然后就真的是 收听量跟按赞数都爆仇 然后就成就感又回来了 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 跟大家一起就是 共创回忆跟内容 所以我超喜欢剪那个回顾片段 因为我觉得超级有趣 就算没人看 我还是会剪 那有一阵子会 曾经有过一次想要放弃 是我那时候 应该就是前一个月吧 工作比较低潮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在谈一些 跟别的平台的合作 然后有一些事情 然后就有一些杂事 也有怎么讲啊 就是有些 变成你要处理一些杂事 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可能要讲一些 啊我们要怎么行销啊 要怎么推啊 的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要花时间 不是不是 我的心体 我的想法是 我现在的状态那么负面 我在节目上 要怎么带给大家 很正面的那个时候 哦 对对对 懂我意思吗 我不是说我不想做这些事 我是觉得我那一阵子状态很差 然后常常心里就是很郁闷会很想哭 然后我在家里的时候觉得 那我凭什么在Podcast上跟大家分享说 我是一个多正向或者是我的观念有多正确 我就会有一种 你是在业务壮强期那时候对不对 业务壮强期那一期的时候 差不多 但其实我业绩没有不好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阵子就是 觉得自己好失败 然后现在有点想哭 但就是那一阵子真的是 懂我懂你的感受 对 然后我也都不想跟别人讲我那阵子过得不好 我中午聊天都还是讲干话什么的 我说那一阵子心情就是真的蛮差的 嗯 其实我必须说你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有感觉到 其实感觉出来 对因为我觉得 就是 因为那时候好像有开乐会吧 还是怎么样 其实感觉出来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 毕竟也都做这Podcast也做了一年多了嘛 然后也录了70集 然后虽然有人离开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低潮的时候 对啊 其实那个情绪感觉出来 我觉得我们 其实我觉得 那为什么我还会很喜欢 去录Podcast 因为我们 不管是我们四个人 还是我们现在三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 很有默契的是 会愿意帮each other cover 对 因为大家都有低潮 或是很忙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会突然就说 那这个我来 之类的 对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我自己也是有想放弃过 就是在茶卫斯离开之后 然后我一直也在想说 这Podcast有人已经走了 然后我们现在 剩三个人工作量变大 要怎么让这个Podcast成长 其实那个心理压力是有的 因为毕竟 我们每个礼拜 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 在Podcast上面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流量一直上不来 又要花很多时间 那你的付出跟你的收获 如果不成正比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那你忙这件事情要干嘛 对我个人会这样啊 就是开始变得不是只是care 就是说我们聊天有不有趣 而是在想说你投入这些心血 它到底有没有办法 真的出现一点什么 因为才会有一个动力 想要继续做嘛 对所以 我觉得这是可能其中一块 就是收获这件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 也不是说收获 就是说流量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会上来这样 那你这个想放弃的瞬间 后来没有了 是因为流浪上来了吗 就是觉得 就是说 这个念头没了 是因为 每次当这个很想放弃的时候 又发现流量开始提升 比如像你刚刚提到 Beating Ghost 帮我们推荐 或是我们哪一集 就是总经营那一集团 流量就爆升这样 就是会有一些很意外的状况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访问到的人 真的带给我们很多 不同的视野或新知 对像那种时候就觉得说 好险我没有做Podcast 不然我是不可能认识这样的人 对就是会有 让自己想要继续做下去的一些动力 然后还 我自己有点好奇 是因为像凯莉 凯莉跟理查 都有点在乎流量跟按战术 你们自己有个目标吗 我没有目标 因为这种东西 就对内容操作者来说 它就是一个无上限 你永远可以追求更好 这样 你会到哪一个moment 会觉得说 就是其实做这个东西 是还蛮赞的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 我那时候觉得很沮丧 可是我后来转念就变成说 做Podcast 其实对我来讲 最大的目标 后来变成帮助我自己 因为就是我认识 我因此这样 我认识了更多人 然后又因为这样 学习到更多东西 所以我会一直愿意 再继续做Podcast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再来这个流量跟按赞 对我来讲 并不是肯定我自己 让我想要做下去 对我来讲 只是让我知道说 我是不是真的有 把这个节目做好 因为如果流量一直卡住 我觉得那就表示 你有地方没有做对 或是你有地方没有做好 而并不是说我想要 最后商业化 对 就有点像你业绩一直做不到 那一定是哪边有问题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这边完全同意凯莉 我觉得凯莉的想法 跟我想法是一样 就是流量上不上去 其实那都是一个结果而已 但是我们的过程 我们自己个人的部分 是没有吸收到薪资 或是成长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投入这个时间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在 准备这些访纲 或采访这些来宾的时候 有真的得到点什么 那这个时间投入下去 才真的有用 那至于这个节目的流量 有没有网上 或是我们IG粉丝有没有增加 其实那是另一个 算是另一个指标 有点像你业绩 有没有达到的指标 它是一个KPI 有点像KPI 它不是一个你最后的目标 因为我觉得 录Podcast你很难 假设你要录两三年 你很难每一集都很开心 对 可是你录你花这个时间 那我需要一个指标 知道我是不是 我有往对的方向去 就我觉得Podcast的音档 它就像是一个产品 对那这个产品 我们就想把它做好 对那你说长远目标 我们当然希望它可以像是 这个产品可以像Apple一样好 就是我不需要Sales 大家就会来听 慕名而来 然后去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想要买这个产品 我喜欢这个产品 我去讨论这个产品 OK 对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个东西 结果这个产品不像Apple 就像它就是一个 小心喔 没有 它没有像什么 我一直以为说 它比较默默无名 就只是一个饭团 饭团也很赞 对 但是anyway 反正就是你平常 你路过它 你不会想多看一眼 或是你也没有想讨论它 那就会有 对说实在 你就会觉得 那我一定有哪边可以改变 商业模式可以改变之类的 我觉得是一种成长型的心态 了解 了解 那Podcast对大家的改变什么 心灵层面或者是实际上 我觉得分两个 一个是对内 就对我自己的话 就是我的重点整理的速度变快 对 然后做事情我会变成更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会花时间嘛 所以我觉得我变成我现在做事情 很care deadline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到很care deadline 反正我都觉得差不多把它做完就好 现在我就变成定好什么时候 把什么事情做完 我就把它做好 把它做出来这样 那如果是对外 比如说交朋友或什么 我觉得我心 我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爱交朋友 可是我觉得以前的我 其实没有像现在心胸这么开阔 你就跟我一样吗 对没有没有像你这么夸张 那什么意思 什么叫心胸没那么开阔 我觉得我以前要交朋友之前 我还是需要一些心理建设 因为我很怕 我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活泼 或是这么好聊天 或者是对方如果他的工作比我好 学历比我好 我还是会有点担心 对方真的会想跟我交朋友吗 或者是我会不会 因为对方比我厉害所以了不来 我还是会担心 然后如果是假设我单身 然后我认识新的男生 我也会担心说他会不会觉得我不漂亮 或什么的 原来你有自成担心吗 还是会 其实还是会 我只是表面看起来好像非常活泼 不在乎别人眼光 可是我内心其实还是 就是会需要一些心理建设才能去交朋友 OK 所以你有因为Podcast变得更宽阔 就真的是有帮助到就对了 这个是 就是那个门槛变得比较低吗 变成门槛 就是不是说交朋友 就是那个心理建设的门槛 是有下线的意思 你讲别乱人家这样 我的意思是你心理障碍的门槛啦 对 就是没有就变成是我现在变成会觉得说 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 不管我合不合的来 我从他身上一定可以学到的东西 OKOK 而且我现在已经比较不会让负能量进来 就是如果他让我感觉到一点 相处起来有负能量 那我可以就不要再跟他相处下去就好 或者是也不会去比较了 也不会去看说这个人工作他的学历 因为我觉得那没差 反正相处的来一定是可以交流 然后就是会变成我很愿意去认识人 我以前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愿意认识人 你看现在只要有来宾来 我一定会跟他换IG或Facebook 但是然后换了 不只是换了 我还是会继续跟他们聊天 我会回他们IG 我会继续聊 我觉得以前的我不会这样 我甚至以前的我要不要问IG 我都会想一下 要不要问 所以你尺度变大了 对我尺度变大了 这是不是一种 因为你看过太多人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大家都一样 就是都有可以交流 可以学习的东西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 每个人都有自己 有自信跟没自信的时候 你不用去担心别人的眼光 或是想太多 你反而心胸更开阔 我觉得就是更容易 嗯 对你懂我意思 我才讲不出来 我才讲不出来 但我觉得我个人要分享我旁观凯莉 我觉得她有改变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 你开始focus更多这种心灵层面的成长 哦对耶 对就是不管是 我觉得冥想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你 我就觉得我原本对你的理解 可能是说 你很喜欢出去玩 或是 很爱喝酒 对应该说 你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 可是 不会联想到就是 你会想要让自己沉淀下来 对我是 对但必须说 我觉得做Podcast的时候 你好像不知道 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 你开始会就是focus 在自己心灵的成长 然后让自己沉淀 而不是一直都 就是一定要出去玩啊 喝爆啊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开始从我脑中 就是你的影像已经 慢慢变成就是一种禅的概念 对因为我觉得 跟我不熟的人 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 很爱出去玩 然后很疯很怎样 其实是还好 对其实你有转变啊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 凯莉之前说你会在那个 就是以前我们公司附近的那个公园 在那边 晚上一个人坐在那边的 石头椅子上面冥想 是椅子不是石头 石头有点太 不是直接是淘汰了吗 他是淘汰了 你应该坐在那瀑布底下 是板凳那边的板凳 板凳 板凳 对啊就是 对我觉得陆pocket真的是在这方面 让我心灵成长好多 可是是因为你如果 没有沉淀下来 没有办法分享这些东西 所以才开始去沉淀吗 蛤什么意思 你说冥想吗 对啊因为你在节目上面 可能要分享很多东西 没有他刚说因为工作 我冥想是因为工作 不是因为pocket 对我真的是因为上一份工作 我觉得太累太忙了 所以才需要冥想 好 那CC呢 我觉得是更了解我自己 嗯 因为我其实在工作之后 越来越不喜欢讲自己的事 那对你们我可能会抱怨一些工作 一些琐事 但我很少去正视这些感受 我回到家就很沉默 就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喜欢讲 反正podcast是我一个整理我思绪 跟我就是正视我的难过啊 我的挫折或我的愤怒的一个平台 就我可以把它整理成知识 或者是跟我们所学的东西有相关 我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后可以把它讲出来 不然我就有可能 如果这样子一直闷下去 我可能会 你就变欺诈过 不太健康这样 而且这些情绪 我去年的我其实脾气也很差 我觉得这些情绪很容易流于表面 你就觉得我很生气 可是你很难去Digging去想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podcast我们才开始想的 对 好重要 天哪这个podcast好重要 好正向 这是一个什么禅修节目 这完全就是因为podcast 我们才去整理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excel有一个 一整份excel是我们每一集的内容 其实回去看都是像日记一样 其实你现在讲到这个podcast的每一集 一集的仿刚 因为其实里面就零零满满 不管是我们自己原创自己写的那个回应 就是题目的回答 或者是来宾他分享他自己的故事 里面都是一长串 每一个集数都是十几题这样 其实就感觉其实还蛮丰富的 那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最大的改变是 第一个我觉得是口条跟思虑 因为我觉得每天就是每个礼拜 我们都要这样认真的去准备一个节目 其实训练自己的口条跟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在工作上的帮助 其实还蛮大 对因为我们录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要好好地表达 让听众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就是自己的思绪如果不够清楚的话 其实表达上也会乱乱的 你有没有觉得对面是有帮助 我觉得有 非常有 而且你可以刚好很多题目 其实是我们以前节目都知道的 真的有帮助 真的以前大家分享过的经验 全部都变成自己的故事 对 直接把他讲爆 而且重点要整理得很快 没错 那第二个就是也是其实我觉得对自己人生蛮有帮助 就是强迫吸收跟阅读薪资 举例来讲 就是其实像冒牌者郑后群 这种文章 其实以前我都是直接 就是网路上看一看 我就过去了 但是因为为了要做节目 我们必须要有故事 然后必须要对这个郑后群有一定的了解 那甚至 比如CZ跟凯丽 你们还会找其他资料 或是你们自己的故事再进来 那又有更多知识的东西又进来 那就变成 就你要内化然后再讲出来 对那就变成我对这个东西 就是要更完整的理解 那我自己就成长 所以下次如果跟我说 有人跟我说他有冒牌的侦后群 我就可以 我背后就有这些database 你知道可以回答这样 就是其实 学习新知识之前 可能会有一种恐惧 或是一种负担 但是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 是还蛮愉快 蛮有成就感 就你真的下去做的时候 就觉得好好玩 对 那我觉得最后就是 做podcast成为跟新朋友之间的一个话题 会有一个成就感是 朋友把你的podcast 介绍给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说 我本来就有在听 真的觉得好爽 好感动 就必须说做podcast之后 真的发现 怎么会 就世界真的很小 怎么你也听过我们podcast 你知道那种感觉 对 那你们希望就是 我们节目在未来的集数 可以带给观众什么 我是希望有更凝聚的 未来可以越来越有更凝聚的社群感 对 因为现在已经有个小社群 我希望未来是可以更大的社群 然后包含一些科技业的同仁们 然后各个产业的业务们 对 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因为之前有一个 听众也有建议我们说 我们可以 比如说开FB的社团 或是 有telegram 像古牌那样 然后甚至 就是有一些可以 HR可以增采的那种管道之类的 未来我希望是可以往这种方向 或是办party 对 办party 遥遥无奇啦 好了 我觉得身为一个听众 就是已经不是在 前主持人 现任听众 我觉得 我自己有一个蛮肤浅的期待 就是我觉得 可以赶快结掉业配 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我觉得 因为之前自己在这个团队里面 就会知道 哇 其实投入的成本 我说金钱上面的成本 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对 如果至少可以收支平衡 其实也是对大家一个蛮好的事情 对 但你这个好像不是带给观众 这好像是观众要带给我们 对 对 观众如果有什么公关公司啊 有什么业配 记得介绍给你们 对啊 你们公司有需要业配都可以找我们 对啊 我们都OK 其实反而我个人我自己是对业配还好 对 我自己个人啊 我自己是觉得那种东西就是 如果你真的节目做的做不错的时候 自然他们会找上门 所以我自己反而对业配还好 但是我希望可以带观众的东西是 第一个是希望他们有知识的收获 对 我自己是写知识含金量上升 这也是我希望自己在节目上 我自己也可以吸收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 不只访问各行各业的业务 只要是业务会接触到部门 像是PM或是工程师 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访问 或是扩展的一些产业 那他们就可以深度讨论一下 他们的专业啊 美角等等的 或是一些第一线的干股坛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助于 我们节目内容更丰富这样 对 那第二个其实跟凯莉一样 就是我们希望社群更扩大 那我觉得它最后是一个互助团体啊 就是说 对 因为好像还没有这种专门业务 因为我有去查过FB的社团 有业务社团 可是里面最后都变成打广告的地方 对 大家都在卖自己的东西 对 可是我比较希望它变成一个大家可以讨论 然后拿出自己的想法交流的地方 对 我觉得可以交流一些心态或是技巧 甚至它可以就是直接PO一个故事 就是说 比如讲说自己做业务做多久 一开始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成功 然后最后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这样 对 那我们这几个管理员 就是如果有智障酸民 有没有说白痴喔 假的吧 我就直接把你骂爆走 然后把你踢掉 你要把人家骂你用过去 我直接骂爆然后踢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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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不是才说什么 体气变得比较稳定 我们有遇到智障就是还是会失控 直接爆发这样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其实 从2020年开始录音到途中我们经历各自的直来发展 然后又经历了Javis下车 然后我们又经历了想不到主题很辛苦的阶段 对 现在其实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有点小甘来 对 有点小回甘 有点稍微充容的感觉 有有有有 对 然后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业务告解式的回馈 然后粉丝的留言 其实开始有一种 大家终于有看到我们的感觉 对 很开心 真的很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因为有一些听众 从大概第一集到第五集 就一路这样听到现在 真的 老粉丝真的是 对 然后都会跟我们互动 已经现在已经 其实也认识一年了 对啊 他也认识我们一年了 也跟这些听众认识一年了 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支持我们 我们会不会哪一天就是 如果有幸真的 我们办了一个粉丝见面会 会不会他们就一见如故 就是好像很知道我们 对啊 我们之后就是要喝酒啦 哈哈哈哈 会不会在路上就有人说 诶 李恰 没有 诶 干 你最近业绩还好吗 诶 怎么知道 诶 最近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笑 我个人是还有做一个小建议啊 就是说如果粉丝就是想听不同产业的业务 来上我们节目分享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Apple Podcast 或是各个平台 你可以刷个五星评价 然后把你想听的内容就贴在上面 那我们就会看到你的回应 我们就可以找这些不同产业的人来做分享 我们之前有听众跟我们说想要我们找SARS的 对 对就是软体服务业的 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在找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讲 没有完整 或是你身边有什么超强的业务 就把他的CV给我寄过来 对 面试啊 我们大概是 省月过后之后 会告诉你有没有通过 好我们谢谢Jobby今天回来陪我 耶 谢谢 怀念怀念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Podcast每周三更新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lOn KKBox MixerBox 和First Story上都有更新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故事要分享 欢迎投稿业务告解释 今天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